哈喽哈喽 宝宝们我又来了 前几天呢 感觉拍戏啊 一整天都是我的戏 特别特别累 拍词从早说到吧 咳咳 和嗓子都感觉不行嘛 肝要冒烟了 拍到后半截就觉得 真的是想休息一下 觉得休息休息 大家就会没事的 结果没几天 不光是嘴起泡了 嗓子就特别的 肝痒 然后有点 就是不舒服吧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也觉得有点疼 很费劲 白天呢还好 晚上就会觉得 嗓子干燥不行 就是有事没事的时候 总想清一下嗓子 就觉得是像咽喉 有点咽喉岩嘛 我平时不怎么 不怎么看医生 自我感觉应该是 咽喉岩之类的 一些小毛病啊 然后呢 我就有一个中医的朋友 就说 你就不用吃什么西药了 就是有点重要的方子 给你就行 就给了我一个方子 说平时 把它泡水喝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方子特别好 就想在这推荐给大家 其实材料特别简单 就三种 这个叫木蝴蝶 试试你看它的这个形状 特别像一只飞舞的蝴蝶 还有呢就是麦冬 麦冬大家都知道 对咽喉非常好的 然后就是金银花 直接去药店去抓 这三种就可以了 按着比例 随便一比一的抓就可以 其实很便宜 就是抓下来 十几块钱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木蝴蝶 我想很多人都没见过 就是我没有在开这个方子之前 我也没有听说过 有木蝴蝶这样一味中药 它是在古代的时候 有很多止咳的一个药方 都会用到它 它主要是会入肺 对于清肺热呀 缓解嗓子的红肿和疼痛 或者是声音 嘶哑 就是讲话讲多了 都可以是用来搭配 这个生金的麦冬一起用 大家其实都知道 下火的这个金银银花 每天喝一喝 嗓子都会很舒服 刚才说的这个木蝴蝶 没有什么副作用啊 平时泡泡水喝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就是胖大海 就是小时候 因为我学戏曲嘛 胖大海也是一个 特别对咽喉很好的一个中药材 这个木蝴蝶这个薄薄的一片 就像蝴蝶一样 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一种花呢 其实它是秋天 木蝴蝶树上结的 像豆莢一样的果实 很长的一颗 在暴晒之后 再通过干燥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非常漂亮的木蝴蝶 就是 其实这三样都非常的练义 随生党都能够 轻易的能够去购买啊 把这三个食材 一比一的放在这个养生壶当中 煮泡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直接就可以当热水喝就好了 这个我已经把它泡好了 倒出来就是这种淡淡微微的 淡黄色 味道其实更偏于 这个金银花的味道会更浓一点点 没有什么其他的怪物 当然每个人的咳嗽的程度 或者是咽喉不舒服的程度 都不太一样啊 其实还是要及时去就医 弄清楚自己生病的一个原因 好了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儿了 既简单又方便的木骨点 金银花卖冬茶 你学会了吗